上一集我们说到 突然间小八合叫了我去陈大哥 我先前曾经与小八合有过交流 虽然声音很战乱 但听起来依然是男生的声音 但现在我听在耳朵里 我感觉到无比怪异 就像一个年轻女性的小朋友时的声音 而且无论是语气还是语吊 和当初寄存在我那个辟邪小宝剑当中的女鬼百合 有着异曲同工之苗 我刚才托过大缸出来 一个缸两个人 续续有半吨重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搬出来时 已经累得很糟 一边喘着气一边低头看 看到小八合那箱晶莹通透的眼珠 我的脑脚上有一些短路 我下意识反映我一声 结果还没有让我反映过来 这小人伸出这只手 直接就不斷醒了我一巴掌 啪!那一声 小朋友的力量虽然不大 但这一巴掌打得很果断 声音就很清脆愚耳 把我真的打得呆了 旁边一只剑趴在地上喘着粗气 他刚才用我的饮血寒光剑 从火海当中減生撒出一条生路 无论是燃烧的烛楼 还是那些跳动的火焰 都被他中环的剑气全部推开了 这个手段看起来相当厉害 但是极其耗选竞力 所以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顶不住 探缘在地上 有一种劫后如生的感觉 不过就是这么辛辛苦苦救出来的两个人 结果就醒了我一巴掌 他真的有感同身手 他丑陋的面上露出了愚怒的情绪 开口就说 你这个小朋友为什么动手就打人呢? 我打的就是他 小八俠打完一巴之后 眼看当中他的泪水立即溶了出来 一下子把我扑低在地上 他的头扑在我肩头上面 一通乱咬 他一边咬还一边哭着说 当初你答应我 说来找我的 为什么现在才过来? 我右边的肩头被这个小朋友的牙咬得很痛 不过我心里突然之间一阵的激动 而旁边已经奄奄一息的老和尚 也睁着眼睛 向着小八俠高声说 阿弥陀佛 姑娘 这个年轻就是你一直等的那个人? 你现在是不是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老和尚患得患失地问 他满面期待 小八俠对着我复杂的情绪 一时之间很难以说清楚 但是对于这个用性命救自己的老和尚 他更多的就是感激 听到他这样问而已 他推开了皱着眉头 在忍受痛了的我 挣扎着爬回来 向着老和尚就这样一跪 小女子八俠多谢佛爷舍命相救 前陈往事如烟 十年一梦初惊醒 我的心情现在很复杂 我都很难控制到自己 还请各位原谅 当初在金陵炼钢厂当中 一字剑和八俠也有个一面之缘 现在听到这个小朋友 说出大人这样的说话 他立刻就明白了个中的原因 他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粗声粗气地说 我就说 为什么你一上来 就要咬小铒一口呢 哎呀 原来是八俠妹妹 这样就没什么好说了 哎呀 太好了 那你回来就好了 他老和尚最心痛这个小朋友 他立刻上前扶起了八俠 口里面不停地说 哎呀 你起床先 不要跪了 因着伤了个身子 这个老和尚刚才还奄奄一息 好像快要去找如来拔祖了 谁知被小八俠这样一跪 即时又好像吃了人心果一样 接着就四万一口 全身都透着一股力量 小八俠被老和尚扶起身 然后转头向一字剑深深攻一攻 刚才承门黄大哥答救 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 只怕我们三个人已经葬身火海 救命之恩铭记于心 永世不敢伤亡 一字剑最顶不顶这一道东西了 他立刻摆摆手 但是没事没事 刚才老和尚骂得对的 如果不是被这个死小子引走我 哪里会发生这么多变故 你要感谢的话就要感谢小诊 你被刘子涵这个孝婆老走之后 如果不是他一直搜寻的话 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逃出这个人物 一字剑又以为我说好说话 不过小八俠就挖了我眼 他充满恒意地说 哼 当初我投胎入伯家 本来只望他照顾一意的 怎么知道他竟然阔老烂你 搞到我落在梦摩的手里 吃尽这么多斧头 这件事我还要跟他宣张呢 小八俠一肚的怨气 我在旁边就很尴尬 不过我都可以理解 他当我是朋友 全心全意地信任我 将自己的未来全部交托给我 结果投胎就整个男孩不说了 而且大了之后 一直我都没过来看过他一眼 等到想起了 结果又被未摩老走了 这种感觉真的对我有点失望 而且见到小八俠的身体里 纏绕着这么多的沙宝 隐约之间还有这么重的药尾 也不知道这个未摩这段日子里 对他动了什么手脚 这个时候我都不理得这么多了 立刻就问了 你…你没事吧? 我不问更好 一问小八俠精盈的泪水 尤其在眼胸里打转 他带着哭声地说 没有…没有事先站 我也理不到小八俠对我的态度 立刻上前去看看 结果被他一手推开 他很不耐煩地说 我现在虽然是个小孩 但你一直脱女孩的衣服 也不知道丑 我身上有些僵殖 这一世的小八俠不是个男人吗? 为什么他自称为女生? 哎…前世是女孩 今世是男子身 性别的认识已经完全混乱了 怪谁呢? 这件事真的有点头疼 我閉嘴不说话 旁边的老和尚就开口说了 等等 这样说来 因为这三个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而且还认识了好几年 哎,说我老和尚无礼了 小朋友 你前世到底是何方人物 竟然能够这么厉害? 我老和尚在江湖之上 都行走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竟然没有听过有这么一位高人 老和尚和魅族一门所想的都是一样 只是觉得能够转世重修的人 一定是那些真修高手 但是没估到八俠虎笑着说了 佛爷你想多了 我哪里是什么大人物呢? 不过就是一个冤死的鬼仔意义而已 小八俠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他思维逻辑都很清晰 他没有对自己的身世隐瞒 而是将整件事的来龙去墨 长长细细地说出来 说到了当初投胎一战 他就有一点不知道了 也由我来补充回 我们身后那片竹林 仍然是在那里红红地燃烧着 那些火焰影印在老和尚的阴晴 不定发面上 等到全部说完之后 小八俠向着老和尚深深地游试鼓了一弓 满心愧就这么说了 弗耶 我知道你想收我为徒 不过小女子前世孤苦 并非什么高人 只怕令到你失望了 那个老和尚沉默了几秒钟 突然之间露出了示意的笑容 一开始就是小声地笑的 紧接着忍不住就哈哈大笑起身 这种情形令到我们三个都不理解 只见他笑完之后一口逐血 不断在旁边吐出来 双手平放在小八俠的肩膀之上 然后平静地说了 老和尚先前还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还担心会不会跟其他人有所冲突 现在听清楚才知道你身家清白 最合议 最合议 你不要妄自辟 任何能够转世重修的 都是有大复原之人 亦都是应劫之人 这样的徒弟 我真是踏破铁械无灭处 得来全不断功夫 我今天一战 好选过重 受为恐怖大幅倒退 如果你不嫌弃叫我一声师傅的话 就拜入我门中了 说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小八俠再都没有犹豫 直接跪低地下 郑重其事一样说了 小女子八俠 成梦佛爷三番四次救命 无以为报 愿意拜入里门下 做牛做马 做个斟茶滴水的徒弟仔 小八俠郑重其事一样 扣了九个响头 老和尚也不再阻拦 等到扣完之后 他摸着八俠整头的黑色长发 他唱一场地叹一声 你是一个可怜的小孩 一生命运多见 也都符合佛门的真意 你既然入我门中 我就叫你知道了 我乃乃是青城土照字的蝕斯 八号走灵 你尘缘未了 先跟我修行 至于日后入世 还是出世 都有你心意 小八俠指着我说 涂乃乃转身之前 曾经跟他有个约定 如果学了本事 就要跟着他 走灵潜尸 摁下头 唱一场地叹一声 白了白了 这都是劫数 两个人简简单单完成了拜师的仪式 老和尚先前受伤很重 如果不是身上有一件这样的金丝袈裟 只怕已经被火箱烧成炭 这个时候他已经全身漆黑 黑夜当中说话 只是一盆白牙不停地在动 确定这件事之后 他又吃了疗伤的丹药 就在稍微离远火墙的地方盘腿打坐 他没办法再战斗 我和一次剑也不能处理 一直在守护 过了一个多时辰 先前去报道的方黎 终于带着援兵 顺着的火光来到这里 逐林之中有一条大道 报阵的人已经撤离 所以来到这里并不算太曲折 来的援兵是附近一支武警部队 他们匆匆地赶来 连带的子弹和枪都没多支 我心里还打算其他被弄走的少女 于是安排好酒令禅师和小百合 回到城里接受治疗 而我一字剑和方黎 就带着这批人在附近不停地寻找 不过时间实在过太久 微魔已经带着人离开了这个地方 除了一大堆被坟毁的废墟之外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天降之后 田南局的人也赶过来 和我完成了交接 一字剑和方黎就和官方没什么交情 告别之后就相继离开 而我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京城的命令 好了 那到底一份什么命令呢 我们下集再说 最后的病例 我们下集了点赞 我们下集了去 我们下集了